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1号的关天小新闻 我是李一帆 新美市政府办理松年大学已经是第15届了 至今总计有超过11万名的长者们参加过松年大学 为了奖励这些活到老学到老的老人家们的认真向学的精神 新美市府就特别在学期结束之后举办了隆重的结业典礼 副市长李四川也特别到场颁发了结业证书 社会局表示今年这一届松年大学结业的学员高达9816人 另外有372名获班精神奖 有402名因热心服务获班服务奖 而获群请奖者更高达4722人 表示大家都非常热心学习 完全不输给年轻人 总共会有11场次的这个结业典礼 那今年毕业的这个学员呢 有9800多人将近快高达1万人 那很多的硕士跟博士的毕业的长者呢 人数也比往年来的很多 其中最长寿的有102岁 那很多的学员里面也很多是兄弟或是说夫妻 或是说父子妇女的都有 然后这个也表示我们松年大学 这个很多很多的长者 愿意来投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行列 今年87岁的林奇渊参加板桥区的电子琴班 歌声老师学了两年 从看不懂音符到现在会弹奏十几首的曲子 他也当场弹奏了望春风等曲子 同学也在一旁帮忙打拍子唱和 我相信告诉我们的一个 大老师学大老450基很遗憾 我打得很好 英文也很好 電池也很好 英文以前已經十幾年去了 現在也電池 唱歌也很好 在這邊也鼓勵我們很多的長者 我們今年的部分有一萬七千個名額 也歡迎我們許多的長輩 一起來我們松年大學這邊來讀書 一起來學習 我們一起快樂來生活 來交朋友 來成長 社會局表示在松年大學上課的學員們 相當珍惜共同學習的機會 不僅是知識的增長 興趣的培養 更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好友 充實了老年生活 因此松年大學可以說是 銀髮長輩們的不老原地 也歡迎涉及新北市年滿58歲以上的長者 多多報名參加 鄭峰強 事務常報道